粗略的共識 就是唐鳳之前一直會講的粗略的共識 然後大致上的認同聚集在一起 然後這個共同的認同 身份認同可能沒有非常的 怎麼說 沒有非常的騷 或是沒有非常的硬 不然的話大家可能就會跑掉 所以就是一個大概的認同 就覺得說 你好像也大致上認同 我想要做事 我好像也大致上認同 你想要做事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合作 然後我們會一起聚集資源 然後互相幫助這樣子 然後透過平等的溝通 層次性的想法 不管在台北或在美國 都盡力這樣做 那跟距離的原則很像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 之前我們的社群 是叫做台灣生物藝術社群 那就是 Focus在做科學藝術的推廣 然後我們現在 有一個新的空間 然後把空間叫做群島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小島嶼 那大家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還是可以互相要聯繫 那最近在想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要做社群的實踐 那對我來說 社群實踐跟台灣獨立建國 非常的有關係 那對我來說 台灣獨立建國之後 真的就沒有問題了嗎 假設有一點 我們真的能夠打敗中國 然後讓台灣建國 成為一個新獨立的國家 那 除了法治以外的問題 那我們真的要 怎麼樣每個人都實踐 屬於自己的著名字群 那我覺得這是我 喜歡做社群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 除了中國是我們 台灣人的一個 很主要的障礙以外 還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克服 那 我個人是覺得 我們大家都習慣了自己的 現代的生活模式 可是我覺得生活 就是個人的生活 還有集體的治理 不只是一種 只有一種方法 那我覺得 如果想要 真的讓台灣成為一個 好不好的地方 就必須要從根本的 編一些社會運作上的 方法還有做 那我覺得社群 就是一個很好的 練習的地方 那就可以讓我們練習不同的合作方式 決策方式 生產方式 那我們在美國的 藝術家的這個 協作組合叫做 BioHarts 然後 我們每個人都是 獨立發展的藝術家 那 可是我們會在自己的領域 累積我們的知識還有資本 然後我們每個兩年 會聚在一起做一個 叫做Equal Hat的 Event 那 我們在前年 就是2014年 在紐約上週的森林裡面 有做過第一次 我們第一次的Equal Hat 然後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那個 地方長這樣子 就是 我們會 我們在森林建立一個小木屋 然後我們12個藝術家 還有兩隻貓 在那邊做了兩個禮拜的集體創作 大家在森林裡面共同生活 然後 彼此幫對方煮飯 然後 然後 也在 就是大家一起 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搭了這個小木屋 然後第二個禮拜 就在裡面做創作 那 這個小木屋 就是我們取了建築 最 我們覺得建築最簡單的形式 然後我們把牆 和天花板都 都 拉布木 所以它是可以投影的 然後 它是可以 背頭 然後 晚上的話就看起來 就是想這樣 就會是一個 發光的小木屋 然後我們 就在裡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創作 有集體創作 也有個人創作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 就是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透過這個裝置 去 去實驗就是人 還有自然的生態 還有 沒有科技要怎麼互動 那我們就 我們想到一個好的方法 練習的方法 就是我們 在這個木屋裡面對話 然後把我們對話的內容 放在一個 能夠即時協作的一個 網站平台上面 然後 這個網站的內容 會投影在這個 木屋裡面 中間的這個 這個 小的 空間裡面 然後這個空間裡面 有昆蟲 這些昆蟲會隨著 光影的變化 做不同的 運動 然後接下來還有 壞掉了 沒關係 就是接下來還有很多 不同的藝術家 我們也有從加拿大 來的兩個藝術家 然後從美國東岸 和西岸的藝術家 然後 他們分別都做了自己 對現代科技 還有人類社會的一些 反思 然後透過 把他們的思想 透過表演 或是透過 裝飾藝術 呈現出來 譬如說 這個女生 是他從蒙特羅來的 然後 他就是很關心 科技產品的製成 的過程當中 對人類社會 還有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所以他就運用他自己的舞蹈方式 然後來表現 他的困境和矛盾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藝術家 他是透過 他是透過 Mapping 就是天上 星座的位置 然後來做聲音 聲音的表演 然後現場 就是這個 嗡嗡的聲音 就很大聲的 然後在森林裡面 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會覺得有一種 然後 一樣的感覺 然後這是 這是另外兩個 從 在普普克林的藝術家 他們做的是 Paper machine 就是 紙 紙 架的雕塑的 一些 模擬植物的一些 雕塑 然後放在 放在真的植物棚裡 就長這樣 還蠻有趣 然後我們這個 EcoHive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 我們覺得 藝術是必須要 被強烈的政治化 就是必須要 把政治融入 生活還有創作之中 所以我們會在 EcoHive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的討論 不管是 share自己的創作過程 或是 會跟國際上不同的 譬如說那時候就找了 GinnyViddy 跟我們連線 我們會在 IRP上面聊天 那時候還沒有slack 嗯 然後我們會把 大家關心的議題 貼在牆上 然後做一個 像mine-mine的東西 然後我們 最重要的 這 兩個禮拜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行事 因為這上面會寫說 誰在什麼時候 哪一天必須要 煮飯 誰在哪一天必須要 洗碗 然後誰可以運用 那個小霧霧 在哪個時段做創作 然後誰必須 什麼時候要開車去接誰 啊 總之就是透過一些 很基本 可是很 很重要的一些 工具 然後來 讓我們來實驗 社群 除了就是 定期機會之外 如果大家共同在生活 大家在同一個空間 共同生活 會是怎麼樣 那這是我們前年做的事情 那我們今年要做的事情呢 就更誇張一點 今年要在一個托板船上面 蓋一個森林 然後在森林裡面再建小火 所以去年是已經有了森林 然後我們只有蓋五回 今年是我們跟一個 美國的藝術家叫 Mary Maddenley合作 然後她和她的團隊會負責 跟紐約的 跟美國的 Coast Guard 還有跟紐約州的 跟紐約市的一些相關的 authority 申請許可 然後他們會租一個平板船 然後在上面 在上面種樹 然後做成一個森林 然後我們在裡面做創作 然後這邊就是 今年的這個project page有中文 去年沒有 那今年就覺得 因為要跟台灣的朋友介紹 所以就換成中文 嗯 華語 抱歉問你 那個船是會動嗎 對 他真的會從一個港口開到 就霍爾的空中城堡那樣 那個船的話 我們預計在今年的六月開始 在東岸的四個 在紐約市周遭的四個碼頭 會 docking 就是會 譬如看到拖子 這樣一個森林 然後可能六月在這邊 七月在這邊 八月在這邊 然後目前是在Bruns 然後在Mantatan 跟Governor's Island 還有一個地方往前 然後我們就是負責在上面 做表演 蓋蓋房 對 因為現在大家就在 如火如荼的籌辦當中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 太多東西可以給大家看 可是大家可以想到說 就是把前年 一個森林搬到一個漂浮的船上 然後今年的話 因為去年是我們第一次嘗試 我們去年還是仰賴很多 既有的基礎建設 譬如說 我們從附近的農舍 拉延長線來 拋了我們的小木木 那今年的話 我們就想要 純粹的機制 所以我們今年會 我們今年正在 來投備 就是 逛電器 想要用太陽能發電 然後來拍我整個 整個的裝置 所以白天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 充電 晚上的時候就放電 這樣 那就是 如果白天沒什麼電 那晚上大家就喝酒聊天 對不對 喝酒聊天也是非常重要 一個環節 然後我們也跟前年一樣 會邀請很多不同的藝術家 來這個船上參與 不管是 不只是做創作 就是我們 在我們在學當代藝術的 這三年多 就覺得說 大家不只是看到靜態的東西 譬如說 不只是裝置藝術 或不只是繪畫 還有多東西 也可以叫做當代藝術 譬如說 我們在這上面 就是 主要都是做表演 還有做工作坊 然後我們就把工作坊 當成我們藝術創作的 一個部分 譬如說 有一個 有一隊是 有兩個藝術家 一個是從印度來的 一個是從韓國來的 然後他們會一起舉辦 講座和工作坊 然後探討移民的議題 譬如說 他們個人是怎麼 他們個人 從他們本來的國家 移民到美國 是經過哪些 哪些從中的困難 然後或者是 他們也會講到 最近的中東 還有 歐洲的 那個移民的議題 然後再加上 在美國現在 那個Donald Trump 一直在批評 墨西哥怎麼樣 都是強包犯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東西 在當代很重要的議題 那都是我們 藝術創作的 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 就是我們也會 跟當地的公立學校合作 然後 把學生帶到船上 然後跟他們說 我們這些神經病道在船上 我們為什麼要 坐這個船 那簡單來說 就是 我們想要 我們透過兩年一次的EcoHive 然後創造一個 創造一個 比較自由的 比較安全的 一個空間 然後讓大家能夠在裡面 想像不同的生活 還有組織的方式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我們 至少是我 因為我們是個網路組織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代替所有人發言 可是至少 這是我覺得 辦EcoHive最有意義的地方 那 因為我們是一個 跨國的組織 其實就是 因為在美國 認識的朋友都在美國 然後現在就只有 我一個人在台灣 然後 我也有人到了東岸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透過 這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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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它是用 web RTC做的一個平台 然後來 來線上回應 那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 身為創作者 想要在現實生活中找出 就是我們不僅是要求自己的身份 也想要運用我們剩餘的時間 然後 來創造平台 讓更多人能夠進來做一些 不太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希望能夠 雖然說 18年的時候 我們想要在台灣做 不過就是 目前正在尋找 可能地方 那如果大家 大家有興趣 或大家有什麼建議 比如說 我覺得這樣的project 很適合在台灣 哪個地方進行 歡迎來 歡迎來找我 你說這樣的意思是 基隆港到高雄港到北中港 就不一定是漂浮 到了台灣 可能就會去 譬如說我們也會在 嘗試在 濕地的邊緣 或是在山腳下 或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家在主動 也許是 比如說我欣甫的 什麼 因地治理就是 對 完全就是 如果到了台灣的話 當然就是一切 台灣的 台灣的地理環境 還有任何的特性 來決定 對 如果能夠環島 當然是 這個應該也是 如果跟中華民國政府交通 大概是 我覺得 有點困難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好像沒有時間限制 對 沒有時間限制 你可以講到八點了 哈哈 把他罵 把他當作在聽那個背景音樂 一直講 一直講 大家分享幾個 就是我們覺得 跟我們project 蠻有關係的 也是透過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後創造一個替代性的空間 然後讓大家做奇怪的事情 然後一個就是 這個是 在美國的一個運動 叫Sea Steading Movement 就是他們想要在海上 在公海上建立自己的小國家 因為所有的陸地都被說的 Nation State 佔領 所以他們就想要自己建立自己的國家 那這個是 就是 算是有點神經病 不過就是 他們的那個理念 是跟我們有點 有點合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討論一下 然後另外這個是在 加泰隆尼亞 在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 一個 一個小 一個小村莊 然後他們是一個科技村莊 叫做巴勒夫 然後他們 他們 他們是一個獨立運作的科技的 對 村落 雖然他們 因為他們的西班牙文是 這個是 Eco 就是 生態 生態工業 然後 後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他們是用Golonia這個字 可是 如果講殖民地 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其實就是 一群人住在一個 鄉村的小村莊 然後自己蓋房子 自己建廁所 然後自己 自己 做科技的 比如自己做Hacking 就是他們四月的時候 就是 欸 是不是就是月底啊 他們月底會有一個 叫Hack the Earth的活動 然後 那這個組織 這個 這個村落 其實背後的組織 是這個組織 叫做 加泰隆尼亞整合型合作社 就是他們 他們 透過提供 譬如說 他們透過提供很多 以合作社為基礎的基礎建設 譬如說 銀行的 金融的服務 還有 還有網路的服務 讓很 讓加泰隆尼亞地區很多 想要獨立自主的村莊 可以運作 然後不用受到 全球資本主義的限制 我覺得這個 這個 project 是非常的厲害 那我覺得 這是我目前看到 好像最 最完整能夠 在各方面都能獨立自主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在美國 科羅拉多州的一個群 叫Open Source Ecology 然後他們 會提 他們提供了 一個很酷的東西 叫做 呃 全球 村 村落 建 建制 工作 什麼 Global Village Construction 對 他們提供了50個 你如果想要自己 建造一個村莊的 種機械的設計圖 然後全部的設計圖 都Open Source在網路上 所以你如果今天想要自己 建造自己的壓磚頭的機器 所以你可以上去他們的網站 自己建造 或是你想要自己建造自己的推土機 他們都有 他們都有相應的設計圖 供給參考 所以你如果想要 呃 對 實現自己的理想 自己獨立建國 我覺得 可以 蠻可以的 譬如說我們台灣如果獨立建國 然後中華美國鎮 不讓我們建國 那我們就在公海上自己建一個島 然後在上面自己用 對不對 自己用這個model 然後自己 自己推土 然後自己蓋房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透過合作社的model 自己提供 banking和網路的服務 然後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還蠻酷的 嗯 欸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是 我們這次BibEcoHive跟合作的那個藝術獎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他網站看 然後這個 呃 他去年的時候 在廢城做了一個類似的project 然後那個project是小很多 他就是一艘船 然後他就Duck在那邊 就大概這邊 就大概這邊 大概就長 大概就長這樣子 就是一艘小小的船 然後上面就是建了 用廢棄的木料建的東西 然後上面有養蜜蜂 然後種植物 然後養雞 這樣子 就想要嘗試如何能夠在一艘船上 自己自主的生活 然後當然就是不太 當然就是這麼小的規模 當然就是不太有可能 譬如說你要去哪裡上廁所之類的 就是有點困難 所以 對我來說 這是藝術的一個好處 就是 他 他提供一個想像的空間 那真正能 真正如果能夠做到 還是需要更多人來採訪 然後有更多力量 所以 這是我覺得藝術跟社群很好的結合的地方 就是藝術提供一個想像 然後社群提供實踐的 呃 呃 資源 能力 還有 就是越多人來做越好的意思 對 嗯 好 那就這樣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